如果說你想要找到我們的 微禮檔的那個部分 你看我們在右手邊這裡有沒有一個連結 這裡你把它點過去有沒有特別版 這個跟我們現在學校的版本是一樣是13 當然現在最新的微禮檔是14 是14那你點到這裡有沒有這個 它是一個安裝檔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直接下載下來 那這個它的序號放在這裡 那因為它是免費的吧 所以會有部分的功能限制 大概可以用到差不多六成 就是你付費版本的六成 那所以你可以自己評估一下 當然我還是蠻鼓勵各位 如果你買就是正式版本的話 你的素材你的飯本會比較多 這是一定的 就是說總是它給你多一些東西 那我們今天會選用微禮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就是 它基本上如果您去它的官方網站看 好這裡你去那官方網站看的話 它會有一個叫做就是 它有一個線上的那個什麼就是飯本 等於說其實早期我比較常用是會生會 但是會生會一般就是稍微比較封閉一點 那威力導演後來確實真的比較好 比較好它就是整個操作性啊 還有就是說它的開放性比較夠 所以如果我看一下它有一個那個 它有一個叫做Direct Rome 它就是有最新的就是都會有人做官方公佈的話 它可以允許就是使用者上產自己的飯本 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上面的那些你有需要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等一下我們上課過程裡面有需要可以去看看 那價錢現在是不會太貴啦 所以應該你可以參考看看 反正你要用付費的也可以 你覺得免費的就夠了也OK 因為威力導演其實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有沒有APP 有那介面真的跟我們的桌面板的還蠻接近的 只是APP功能沒有那麼多啦 沒有我們我們用的那麼多 但是呢你還是可以做參考這樣了解了嗎 那麼順便提一下 如果您要看我們的那個上課的錄影影片的話 在哪裡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延期的課程錄影片 好您可以從這邊進來 進來之後呢我們的延期的成果 就今天的成果又放在上面 然後呢延期的影片放在這裡有沒有 原則上就是如果傳上去大概幾分鐘 應該Google就產生預覽了 像剛剛這一段剛傳上去還沒有的 如果你要看可能就必須下載下來 好那如果已經它已經有預覽成功的點進去 就可以直接看了 就可以直接看了 這樣有看到了齁對不對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好像視力沒有很好 因為好像沒有對焦對清楚 知道為什麼嗎 我可能錄影會錄這樣嗎 不可能 來你看一下下面 這裡 有沒有發現它用的是比較低品質 即使這裡有出現HD紅色的 你還是不要被它騙的 Youtube也是一樣 就是它會根據評判自動給你 好但是有很多時候我發現第一次看的時候 它都用比較低的品質 所以你強迫它 麻煩它一定要用什麼高畫質的 感到有感到視力變好了 這樣了解的 OK 所以麻煩你看的時候不要跟我講 老師你弄得不好 當然偶爾會好出錯 但是既然比例是比較低一點點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就麻煩各位 你呢 看一下你的桌面上有沒有你的威力導演 你可以先幫他執行 來我把畫面還給你 好 好